一彎 风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税务法规与实务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税务法规实务 第十奖 第十二奖 这个所得税激增程序 那之前都是介绍 所得税法的实体程序 现在要谈的是程序 所得税的激增的程序 那激增程序最主要是 要谈第一个 纳税义务人的结算申报的义务 第二个在救援扣角上面 救援扣角是一个 所以激增机关获得 提前获得税款的一个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获取税务 资讯的一个重要手段 再来第三个 激增机关的调查程序 调查跟合科的程序 在收到申报书之后 如何调查合科 再来说 如果在调查合科的时候 发现有违章事情的时候 如何进行所谓的处罚 那处罚当然有很多种 类型也很多种 那等一下跟各位介绍 先从结算申报开始说起 结算申报开始说起 那这个中奥所税结算申报 要先决定第一个 谁要办理结算申报的个人 个人要办理结算申报 第一个条件是 在中华民国境内有住所 并且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者 那这一个条件 在上个礼拜 财政部所颁布 有一个最新的解释含令 有去把它稍微做明确 什么叫做境内居住的个人 第一个住所 住所叫户籍 那什么叫经常居住在境内 他说有户籍在境内 这个居留超过31天 一个年度之内 居留超过31天 就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说各位要特别记忆 特别有印象 因为这个讲义还来不及编 因为上个礼拜才公布了 这样的一个消息 第二个在中华民国境内 没有住所 就是没有户籍 没有户籍在一个科税年度内 中在境内居留满 这个183天 所以没有户籍在境内 住不满 住超过183天 住超过183天 就是属于这一个 要办理结算申报的人 那如果我举个例子来说 某甲 它有澳洲跟台湾的国籍 同时在台北市跟雪梨 都有登记一个户籍 而且缴纳我国健保费用 虽然一年到头来 大部分时间是在雪梨 有一份工作 但是偶尔会回回台湾 虽然回台湾没有住超过183天 但是因为在台湾有户籍 而且有缴健保 然后它居留时间又超过31天 所以它就符合境内有住所 而且经常居住在境内 它就必须针对境内的所得 办理结算申报 办理结算申报 当然就会适用累进税率 累进税率 不过它如果在境内 或有鼓励所得的话 也可以享受股东可扣离税额的 一个优惠 好 那结算申报下一个议题就是 夫妻要合并办理结算申报 按照所得试法第15条的规定 纳税医务人必须配偶受服用金属 一起合并申报 那合并申报的话 当然下照现在规定来说 现在如果有这一个 薪质所得的话 可以把薪质所得分离计算 然后这样分离计算之后 它就没有重复科税 或是这个税额增加的问题 但是如果夫妻双方 他的薪质所得所占的比例比较小 其他类型的所得像执行物所得 鼓励所得 这个是比较多的时候 那么这样子夫妻合并申报 就会累计计算 就导致这个编辑税率提高 税额变相的一个增加 那大法官市制第696号就宣告了说 在非薪质所得的这个纳税医务人 在进行因为夫妻婚后合并申报 而导致税额增加 这是违反平等原则 违反税券公平原则 所以在两年内的话 在将来可预见将来 在两年内的话 这样的一个夫妻合并申报 会做一个重大便可 那这边各位也要注意一下 好 再来呢 这一个要跟各位谈的是 盈利事业所得税的结算申报 盈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呢 首先第一个谁要办理结算申报 好 那就是第一个 在中华民国境内 有固定营业场所的盈利事业 要办理结算申报 那什么叫做固定营业场所呢 包括管理处 包括分支机构 事务所 工厂 站房等等之类 建筑工程的场所 这些就是属于 如果一个盈利事业 在国外的盈利事业 总机构在国外 但是在国内有这些 类型的固定营业场所的话呢 他就必须把你结算申报 第二个呢 在国内有盈利事业 比如说在台湾有代理商 比如说我是美国的一家 这个电影公司 在台湾有我的电影的代理商 那这个时候 因为在台湾有代理商 帮我去办理这些 影片的注注情况 影片注注的业务 所以呢 因为他有代理商 所以我就必须要 办理结算申报 虽然我总机构在国外 那还是要办理结算申报 再来呢 符合规定的教育文化 这个公益慈善的团体 这些公益团体 非盈利事业组织 他也要办理结算申报 大家本来以为说 这个盈利事业 是要办理结算申报 要缴税 没有错 那非盈利事业也要办理结算申报 但是他符合一定的条件之下 是可以免办理结算申报 是办理结算申报 但是没有应纳的税额 好 再来 办理结算申报的期限 一般都知道是说 这个每年5月1号到5月31号 好 这个是适用于历年制的 适用于历年制的 那历年制的话呢 申报期限是从这个隔年的 这个5月1号到这个5月31号 好 那这个会计年度的话呢 经过核准 采取非历年制的话呢 则是呢 这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第五个月去办理一个结算申报 例如说有一个私立大学 它是采取所谓的学年制 学年制是从9月1号开始 9月1号开始 那年度结束日为隔年的8月31号 到隔年 这个年度结束日是8月31号 所以它的申报日的话 是1月1号到1月底 1月1号到1月底 好 那从这个角度看下一个呢 就是救援扣交 这个索德税基增程序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 就是救援扣交 那为什么要救援扣交呢 第一个就是要这个使得 这个国库可以提前收得一个所得 那有便利国库资金的周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要建立所得的资料 便利基增机关掌握科税资料 便利基增机关掌握科税资料 好 那各类所得的扣交 只需要提的第一个是鼓励所得 鼓励所得原理上是不扣交的 大家知道是在上一讲有讲到 这个两岁合一制 两岁合一制不扣交 它是从设算扣底制 这个个人股东拿了鼓励之后 鼓励所含的可扣以税额 就可以在申报的时候减除 那鼓励所得的扣交 适用于境外的这个盈利事业 或是个人投资国内的公司 那扣交医务人是 给付鼓励事业的负责人 给付鼓励就是被投资公司的负责人 好 那所以医务人的话 是取得境内这个鼓励的 这个境外的股东 还有说总机构在境外的盈利事业股东 那如果有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说外商某一家公司 在国内投资一个很成功的晶圆厂 那今天100年度配鼓励5亿元 那这鼓励进而5亿元的话 那实际上只能支付4亿 因为要适用20%的扣交率 20%的扣交率 好 再来如果是机关团体学校事业 还有执行业务者所支付的一个所得 也要办理扣交 好 也要办理扣交 好 哪些要办理扣交呢 薪资 利息 租金 佣金 权利金等等之类 还有包括支付给境外的盈利事业的所得 只要是你近年来 你都要去办理扣交 那谁是扣交医务人呢 就是这些机关团体学校的扣交单位 主管 事业负责人 跟执行业务者等等之类的 那谁是纳税医务人 取得纳税医务者 其为其纳税医务人 所以我们这一个等一下用一个例子来去说明 在扣交上面来说的话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开始 谢谢 好 我们现在就用一则实例来去说明 这个救援扣交 它的实际的执行情况是如何 那假设有一间公司 对不起 有一间这个医院 它有付给医生月薪跟奖金 这月薪跟奖金是要扣交的 然后它同时又租了土地 就盖了分院 它租土地 它是没有土地所有权 它是更加租的 租了地 然后去盖这个分院 那这个时候每个月都要付给这个地主的租金 也要办理扣交 那今天呢 请外国的医疗顾问来台湾 训练我们的医疗人员 医护人员去使用新的设备 那这时候你支出的一个雇用费 这个也是属于中华美国来源所得 必须要去扣交的 所以一个是要扣交的薪资 一个是要扣交的一个租金 然后一个是必须要扣交的境内来源所得 所以这三个所得 它是扣交的义务人 但是谁是纳税医务人呢 第一个是医生 这个扣交医务人 院长是院长跟会计主管 那这个纳税医务人呢 则是医生 还有地主 以及这个从 这个外国的医疗 美国医疗顾问公司 这些是他们的纳税医务人 那再来的话呢 要跟各位谈的是哪些所得 免扣交 不是每一种所得都要扣交 第一种 免税所得 免税所得 你本来就没有纳税医务 没有纳税医务的话呢 就不用去进行扣交 那扣交永远没有意义了 第二个呢 如果是银行贷放款项的利息 你跟银行借钱 不管是借的是个人 还是盈利事业 那盈利事业在付钱给银行的时候 那银行呢 是不用 这个付钱给银行的时候 是不用办理扣交的 付利息给银行 是不用办理扣交的 再来呢 盈利事业跟盈利事业之间 有进行所谓的交易 那盈利事业跟盈利事业进行交易 都会有开立发票 这样你有开立发票的话呢 这些收入也是免扣交的 不管是佣金 租金 权利金 这些都是免办理扣交的 再来呢 小额的给付免办理扣交 2000元以下免办理扣交 那我今天用一个例子来去说明说 这免扣交所得的运作 第一个 有一家公司 他要买一块土地做新的用地 所以他透过X房借 X房仲去跟地主协商 那地主谈好了之后呢 决定把房子卖给他 但是W公司没有那么多的现金 所以就跟K银行 融资贷款 就是把这个买来土地去做抵押 就是融资贷款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有四笔款项 第一笔款项就是付给房仲公司的 仲介佣金 那房仲公司的话 他一定会开发票给W公司 所以这个仲介佣金 不用把你扣脚 再第二个 再第二个付给地主 付给地主的这一个购地款 如果地主是一个盈利事业的话 那他这个时候地主所开出去的一个购地款项的话 也是不用扣缴的 一则是因为开立发票 二则是说 这个它本身也是一个购地款 这是卖土地的 也是属于免税所得 其实也是不用扣缴的 再来付给K银行的贷款利息 刚才提过了 付给K银行贷款利息 也是不用办理扣缴的 好 那这个下一个我们来说明说 这个扣缴义务要怎么去实际上的履行 那刚才是扣缴的对象 哪些要扣缴 现在要怎么去履行 从履行上面来说的话 第一个是你付钱的时候 你付所得的时候 必须这个先直接先预扣 比如说付100块 应该要付100块 但是你只付80块 20块钱预扣起来 预扣起来之后 在隔一个月的 隔月的10月 隔月的10日之前 把那一个所扣的税款 向国库缴签 第二个 那你必须办理扣缴评单去汇报 那什么时候办扣缴评单的汇报 是这个每年1月 把上一个年度的扣缴的 纳税医务人税款 全部开去扣缴评单 汇报给基政机关 同时也在这个2月10号之前 要把国库缴签填发给纳税医务人 要发纳税医务人给 把税单发给纳税医务人 好 那今天呢 这个刚才提到的 这个财团法人的一个案子里面来说的话 他今天付给医生薪水 那付给这个地主 付给这个地主租金 那给医生薪水 给医生租金 给这个地主租金 那在三个年度付完钱之后 那在这个下一个年度的1月份 要把这些付出借钱 做一个扣缴评单的一个汇报 那汇报完之后呢 在隔年的2月10号之前 要把扣缴评单寄给这个所得人 是让这些所得人呢 可以去办理所得税的 综合所得税的申报 再来的话呢 要跟各位谈的是 盈利失业的所得税的调查核定 跟推及课税 那调查核定指的是 基增机关 把这个收到这个所得税申报书之后 要如何去查核 这所得税申报书的内容 是否真实正确 那如果不真实不正确 下一步当然是 或是有些怀疑的话 会向请纳税医委员来说明 如果纳税医委员提出的仗策 不够清楚不够明白 不够没有办法适宜的话呢 那当然下一步 纳税医委员还在提供其他资料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提供资料的话 或是不愿意提供资料的话 就走到下一步叫做推计课税 那我们先从这个调查程序 开始说起好了 基增机关的调查程序 在接到申报书之后 因派员调查核定其所得 跟依纳税额 但是这是迅事实的规定 因为没有办法在每个案件 申报案件书太多 没有办法在每个案子 都可以去派员调查 下一个的话呢 在所得税法第80条的规定 它有规定说 接到纳税医务人申报所得额 就是在一个各该业的 所得额标准以上的话 以原申报额为准 这边要稍微停下来说明一下 因为第一个 每个行业纳税医务人 他去申报的时候 都会把他自己的情况 去做一个申报 纳税的所得情况做一个申报 那所得申报之后 会发现说如果你报的跟国税局核的一个 该这个行业的这个所得标准是超过的话呢 那么国税局原申上是不去查核的 那就代表说你已经超过一般平均值了 超过一般平均值我就不予查核 那不予查核的话不代表是说那就没事了 那如果今天这个激增机关在这个调查之后 发现发现了这个有逆报短报 或者是申报异常的情况下是可以去调整的 当然调整的前提的话呢 是要看这个纳税医务人的这个各个所各个行业 来去决定说他的这个标准是如何 但是如果是申报异常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去调整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有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按照现在的房屋中介公司来说的话 财政部颁布的标准是所得的标准是23%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呢 这个收入是100万元 那如果你申报出去的所得额的话呢 就是课税所得额是23万以上的话呢 原则上就不调整 那今天这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他所申报出去的所得额是25万 所以是超过23%的一个这个所得额标准 原则上不查核 但是后来这个国税局经过检举 或者说在场合之后发现说 其实这家房屋中介公司 房屋中介公司其实不只赚这么多 因为他隐匿了好几笔 这个买卖豪宅 中介豪宅的佣金收入 那在这种场合的话 国税局可以重新再把这个案子 他的申报案再重新再重合一遍 那重合的结果不以 这个所得额23%为限 所以他可能合过来之后呢 按照何时来去认列之后 发现说其实他可能 最后的一个所得额 其实不是不只是25%或23%而已 可能是30% 40% 因为中介豪宅就一般大众了解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赚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纳税医务人的一个违反协力 医务的时候导致一个科税的 退期科税的一个效果 我们先看所说的第83条 纳税医务人如果没有自行申报 或者是依激政机关要求 提示证明文件的话 激政机关可以依查得的资料 查得资料去核定所得额 或者是同业利润标准 去核定所得额 一般就是把它当作是 所谓这个推计科税的一个条款 那什么这个同业利润标准的话呢 这个这个这个盈利师 这个这个财政部的话 会按照不同行业别 去规定的同业利润标准 这同业利润标准比刚才 这个刚才提到所得标准 其实还要来得高 所以一般来说是同业利润标准 具有惩罚性质的 那如果调查之后还发现 有另有科税资料的话呢 另有科税 另行发现这个没有申报的一个所得的话 还可以再另行依法办理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 今天如果基政机关掌握了 足够的资料的话呢 他其实呢 纳税医务人是要以城市申报的原则 但如果基政机关掌握比较多的话 他可以进行这个推际科税 推际科税是最主要是按照同业利润标准 那是具有惩罚性的 是比高于所得标准还高的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从这个逃漏所得税的处罚来去讲起 那各位呢 这个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好 各位同学我们这一节要去介绍是 所得税申报时产生逃漏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要怎么去处罚 也是漏税违章行为的处罚效果 跟他的一个行为太一样 那我们先看呢 所得税法第110条 第一项他规定 你如果纳税医务人 有办理结算申报 但是你结算申报内容 有短漏报所得 你借由你引力所得 短漏报的方式来进行逃漏税 那行为太一样来说的话 纳税医务人说 以办理结算申报 结果因申报之科税所得 有漏报或短报的情势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行为太一样 好 那处罚效果上面来说的话 是处所漏税额两倍以下的罚还 所漏税额两倍以下的罚还 那我今天举一个例子 今天有一个农产合作社 这个农产合作社呢 他是因申报所得税的一个纳税医务人 那100年度的话呢 他有200万 他漏开发票 那为什么他200万漏开发票 因为他今天 这个合作社在卖这个豆干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直销给 直销给这个观光客 那直销给观光客 他就没有开发票 那其实应该看他去没有开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他想说我既然漏开发票 那我所得税干脆一起漏报算了 好 那一起漏 他所得税漏报之后 那国税局没有这笔所得 但是后来这个经过这个插合署事之后 发现确定了 他税只是漏报200万的营业收入 那这200万营业收入怎么算呢 200万营业收入怎么算出一个所漏税额呢 首先第一个 200万乘以在一个 这个同业利润标准 他们这个所得率的话呢 这个毛利率标准的话是21% 这一个行业 这个农产品加工业是21% 21%算出来的话 200万乘以21%等于42万 所以42万再乘以17% 所以这一家农产合作社就必须要再补缴7万多的营锁税 那这个时候又要加0.5倍的罚还税 他再补增罚还3万多元 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是11万左右 漏报200万的营业收入 在所得税上面就要补增7万元跟罚3万多元 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的 得不偿失的 再来第二种行为太一样就是说 纳税医务人根本就没有办理结算申报 纳税医务人根本就没有办理结算申报 那没有办理结算申报的话呢 这个治安很容易产生 如果有所得治安就会产生 讨漏税的结果说纳税医务人 唯一所得税法规定自行办理结算申报 经过基建机关调查 发现有因科税制所得而者 因为你没有办理结算申报 所以你这个时候处罚的倍数会比较严重 所以除了要补增税款之外 还要按照补增的税款 处3倍以下罚还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说刚才前一条规定是你漏报 所产生的漏税额两倍以下 那这边是按照补增的税款 等于是全部的税额 全部的税额处3倍以下的罚还 那这边举一个例子 实际上常常发生的就是 今天有一个某甲 它是一个地主 它有土地 它跟建商一起进行合建的动作 就是建商出钱 而且出力盖大楼 地主就是等这大楼盖好之后 房子卖掉了来分钱 所以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 合建的过程 在一个合建结果 房屋也卖掉了之后 建商就分了5000万给甲 建商分个5000万给甲 那这个时候甲拿到这5000万 他就想说既然这个是一个现金 现金来无影去无踪 我就不要申报了 实物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想 都是想要去投机 我说既然拿到现金 我就不申报 赌国税局不会抓到 但是有一天 他真的国税局有资料 查到了这一笔5000万 那这笔5000万 在综合所得税上面 是属于财产交易所得 财产交易所得的话 应该是要城市申报 而且按照一定的所得率去核算 由于某甲 他当初拿到这5000万 想说现金 尤其他没有其他所得 他就干脆不申报了 那不申报的结果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因为他可能不申报 国税局查到之后 他这个国税局可能核定说 他的所得就是5000万 因为他没有申报 他可能其他的一些成本费用 也不给他认列 甚至是不让他去 是用这个同意认定标准来去核科 这是有可能的 在一些极端历史是有可能的 如果今天5000万 直接就列入某甲的 个人中有所得的话 这5000万可能会直接使用40%的一个 边际税率 所以某甲就会缴 必须要补缴1700万的综合所得税 那有可能在这情况之下 因为他没有去申报 所以刚才的例子是罚0.5倍 因为他没有申报 他待于申报 待于揭露 所以他可能会罚更高的倍数 也就是一倍 所以他实际上取得5000万 结果补税加处罚之后又吐回去了3400万 所以他最后这一笔交易 他本来想要投机 就没有想到 5000万只剩下1500万左右的钱留在身边 这真的是得不偿失 好 再来 第三种情况 如果今天你逃漏税 你漏报 或是你根本没有申报 结果你并没有逃漏的一个结果 这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盈利失业因为受到奖励 或是营业亏损导致 加期短漏之所得之后 人无因那税额 就是说他营业上亏损 或是他自己本身有抵税额 那这个时候 你因为你逃漏税所产生的短漏所得 也是要按照当年度的盈利失业所得税 税率计算金额 但是呢 但是呢 他现在有一个上限 他的上限是说 你这样子算出来 你制出来的所得额 其实算呈出来的这一个罚还的话 最高不得超过9万 最低不得少于4500 原来是原本是说 要除两倍到三倍 但是他两倍三倍 你算出来的一个 这个逃漏税的金额之后 他有一个上限跟下限 上限是这个9万 下限是4500 在你没有产生实际逃漏税 结果因为你本身有 本身是亏损 你的漏报所得 加期亏损之后 你还是不用纳税 或者是你本身有抵税额 有免税的优惠 所以你加记了 你的逃漏税金额之后 其实你还是没有要缴税 好 那我举个例子 那假设有一家公司呢 他100年度 他有境外来源所得 就盈利事业来说 盈利事业来说 盈利事业这个境外所得的话呢 是要申报所得税的 因为盈利事业采取全球磕税原则 但是中和所得税采取处地 科税主义 好 那100年度 他漏报了出售 国外的这个证券交易所的 是500万 他应该要申报 结果没有申报 不过100年度 他自己国内本业呢 也亏损严重 亏损了200万 亏损了2000万 即便把国外赚的500万 加记了国内的亏损2000万之后 他还是亏损1500万 所以他还是没有一纳税 那今天他罚多少罚还呢 原本是应该罚85万 因为他漏报500万 漏报500万乘以17%的话呢 就是这个要讲85万 那85万除一倍罚还 应该是85万左右的罚还 但是他没有办法除罚 因为新的规定是规定说 如果今天没有逃漏税的话呢 最高最高只能除9万 所以说这是一个 新的规定 各位要特别注意 各位要特别注意 好 那这个这一节的 就是这一讲 在第12讲的刚好 就是把盈利失业所得税 综合所得税 还有整个所得税 及任程序都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各位可以了解说 其实这个税务法规与实务 其实最关键最重要的 还是综合所得税 跟盈利失业所得税 它占了我们的这一个教学的 可以算是有接近 二分之一的一个分量 接近一个二分之一的分量 那从下次开始的话呢 是进入到下一个更重要的议题 就是盈利 营业税 加值型营业税 加值型营业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税务 它的重要性 不亚于所得税 那实务上面来说呢 这些争议也很多 例如说谁可以 谁是营业税的营业人 谁应该要开立发票 那发票又如何开立 那谁是特种营业人 特种营业人又如何科税计算税额 这在在都是一些食物上面 平常做生意都要去面对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下次的话呢 请各位要再多多用心 多多用心 才能够把这一个困难的课题 发学得更好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